又來到Z世代大人的時間 5G在香港已經推出了一年半的時間 雖然5G服務計劃每月包括的容量通常都以幾十甚至幾百G計 話說可以無限使用 不過用完之後就會降速到1至5MB左右 始終未有無限5G服務計劃推出 隨著iPhone 13系列推出 CSL和1010就靜悄悄地推出了5G無限數據計劃 月費分別是998元和1010元 用完500GB後也不會限速 只會因應網絡資源的情況 可能分配較少的資源 和大部分4.5G的無限數據計劃差不多 不止這樣 這個服務計劃也包括Netflix Premium計劃 容許最多4部裝置 同時以最高4K收看Netflix內容 這個服務計劃也包括NOWE的基本計劃 可以收看NOWE新文台 NOWE SPORTS PRIME Viu和ViuTV旗下的內容 那怎樣才能做到263元5G無限呢 這個服務計劃一樣可以選擇多4張額外SIM卡 即是以998元月費計算 加上18元行政費 和300元額外4張SIM卡計算 每張SIM卡都只需要263.2一個月 平均有100G全速和不限速的FUP無限數據 相對4.5G都要大約200元來講 這個價錢也算吸引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Subscribe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 和YOUTUBE頻道 和Alphar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先說到這麼多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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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